这佛教或者道教啊 都有十方丛林这么一个说法 所谓的十方呢 东南西北 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加上上下 这就是所谓十方 十方 这就是我们十方丛林 而丛林呢来自于樊 所谓的丛林 其实简单点来说啊 就是我们现在汉传佛教的 大寺院的意思 你可以把它简单地理解为 就是说香火特别旺 然后人数 僧迷数特别多的一个寺院 这就是我们广哈寺的正门 这是正门 对 这就是我们广哈寺的正门了 好 文哥打小跟哪长大啊 我是在东北 东北长大 那您这个见过这些石狮子 其实应该也不老少吧 东北也有反正 是吧 这石狮子也有点讲究 不知道您原来听过没听过 不是特别了解 您看看这哪个公子是哪个是母子 看不出来 猜猜白哥吧 猜猜 猜猜 看看哪个是公子哪个是母子 约上左男右女的 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 是这样我们中国的一帮一般是我们的佛教圣地啊或者说我们的山寨大院呢或者包括现代的一些我们的仿古建筑吧一般都会有这样的石狮子 我们中国古代呢觉得这个越凶的一些凶兽越能避邪 在我们中国古代人眼里呢狮子就是一种非常顶级的凶兽 按照我们中国的规矩啊也就是现在我们右手边但是正门的左手边一定是公的 左男右女 这边是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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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那个方向 这边 应该要从他那边干 左手是公 左手公 右手是母 而且他们这两只狮子呀在形式上也不太一样 如果您仔细看的话 仔细看啊 我们那只公狮子的脚下是踩个绣球 母狮子的脚下是踩了个小狮子 那 我以为两个一样呢 我们这个踩绣球啊 代表的就是裁员滚滚 然后锦绣前程 踩这小的我们的小狮子呢 代表子孙延绵不绝 这个家里人呢人兵兴 也就是这样 这广化寺啊 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历史 就是在我国的民国时期啊 这其实是我们的京师图书馆的前身 哦 京师图书馆原来的藏书就放在这个广化寺里边 当时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然后好像是吩咐一个姓冯的一位先生 然后在这儿做第一任的一个图书馆文长 后来呢我们的那些珍贵的书籍 包括赐库全书什么 当时都在这里评访过 但是因为这里面确实条件有限 然后可能也比较精湛 比较潮湿对于古本的那些保存啊 并不是特别理想 对于我们的书籍的一个保护呢 可能也并不是做得非常好的 所以当时后来建国之后呢 我们就把广化寺也就京师图书馆的这个书 挪到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图书馆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就是广化寺 哦 这个题字挺 哇 这寺庙跟图书馆扯上关去了 对 有点小小的历史用的 就咱那《赛条信》那边说 有一张有个老 好像像个叫花子是什么 一个特别老头伯 萨村友就躺在那儿 是吗 这只猫 估计是这只猫 在他旁边 有啊 就我那书里有一张照片 就在这儿拍的 有啊 那您看看 您跟这儿还挺有缘的 摄影机里有张照片就在这儿拍 一个男的像面壁一样 这个鼻子冲在这儿 像祷告一样有张照片 印象特别深 这是十几年前的印象 那您跟这鸭儿胡同 还真是挺有缘缘的 像这样的 现在都编成了私人的大院了 像住在这里面人非富即贵 这里面一般据网上传说 一个院子基本就能达到上千坪日 最大的可能有三千坪日 那这里就一户人家还是 基本都是一户人家 一户人家 对啊 一户人家是一个大四合院 这一个四合院 基本就论几个亿去出售 不是一般能享受得起的了 文哥 咱这后边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 湿上海这边 这个经浅的旅游项目 就是人力三门车 这人力三门车 基本就是带着您 到这个后海旁 这一溜 几个胡同里 到处骑一些转转 给您讲讲这后海旁边 或者老北京的这些物件 玩物 还有这些历史什么的 给您讲这么一圈 人家银子到手 您呢也就免费体验了一下 当时骆驼翔子里面的 各种车夫的感觉 其实很多人啊 了解我们这北京的胡同啊 很多都是从骆驼翔子里面出来的 真正的我们的胡同生活呀 其实比骆驼翔子里面呢 要复杂一些 真正的胡同呢 其实有大有小 有方有方 像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鸭儿胡同啊 它又应该算是四九成的 比较长的一条胡同啊 全长接近一公里 如果要是说 每条胡同都这么长的话 我相信也没有那么多人 去想着每条胡同都去徒步了 太累了 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胡同啊 也就是几百米长 短的呀 可能也就是百十来米 这条一公里的 也算是比较少见了 像我们这个雕花 圆形 上面带瘦稳的这种 是相对来说官级比较低的武将 如果要是上面整个一石石子 站在这叫曝谷 这曝谷那高等级武将嘛 这一般人可就我们弄不了 您看这石头 这宝经岁月长丧啊 这应该是 非常有历史感的 不是新换的 对 这肯定不是吧 而且您看这上面那工啊 上面整个造型比较流畅 如果现代工艺品的话 它就一种匠人的一种东西 就会比较生硬 这个是我们一般看这个东西 比较一能一眼看上来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就是都是人家没什么区别 那深宅大院可不一样 您就记住那句话 这一路侯门深四海 从此消廊视路人 就相当于 我有一个相好的姑娘 然后我是个穷小子 但是呢 我这个心爱的姑娘吧 给她爸妈呢 许配给一个官宦子弟了 而且还是亲王家 那她以后再见着我也得当不认识 您说是不是 就这意思 像这样能摆上这样实施的 您看这也是一个院的小门 这就是 偏门 偏门 捞偏门怎么来的 偏门 这是下人走的地方 也谈不上 有可能是下人 或者就是我们的不太受欢迎的客人 这样的实施的 你看这一看就是现代的房品了 像这种门当啊 其实它有一部分是埋在地下的 是作为我们这个木质门的一个 荷叶轴承的一个作用 如果要是我们的直接这门啊 那个木头轴承直接埋在地里 过两年就烂了 所以必须要放在这个门当上边 所以这个第一呢 是一个装饰品 第二呢 是一个必需品 第三呢 才是一个显示我们身份地位 象征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胡同啊 甭管是大小 他说好怪 这一块胡同是否是破败的 我们小时候胡同啊 就是特别清静这个地儿 而且我们其实在小时候啊 特别喜欢的就是夏天 那时候天黑的吧 然后我们呢平时呢 大家在外边做做游戏啊 或者挨插或者串串 吃个百家饭什么 吃百家饭 对 胡同也吃百家饭 那肯定的 错不了 而且那时候胡同里面的人家 特别近 看着你家门就是我家门 有什么事儿 您直接推门进就得了 这胡同不百家饭 我这第一次听 我以为只有那个 怎么说呢 山东散心里面好像有百家 不不不 其实我们小时候很多呀 就是住在这种 胡同里的杂院里面 所以呢 邻里关系特别近 谁家的饭做的好吃 问随便逮这一个孩子 转错不了 离里关系应该不错啊 非常好 非常好 原来我们家从胡同里 搬出来之后啊 然后我奶奶呢 就是和当时那些老住户呢 关系都非常非常好 就算我们搬进楼房很多年 几十年之后啊 隔三差五的 老年人行动不太方便了 还得让子女啊 开下车 老街坊 大家一起聚一聚 吃个饭 那真是不是亲人 胜死亲人 有时候关系啊 比亲人还好 当然我们小时候 对 别的关系 我们那小时候的胡同 肯定没现在这么整齐 这么宽敞 人家现在玩的东西 和我们不一样了 你看人家现在小时候 有个磁行车什么的 拿我们小时候 那胡同里 但凡给我个铁环 我能跑出二里地去 那叫什么铁环 北京管它叫推铁环 或者滚铁环 推着比谁跑得快 或者比谁推的时间长不倒 拿我们那小时候一推这玩意儿 那了不得了 但是那玩意儿也都没有卖的 那时候这种小商品也不多 都是一般我们的父辈呀 自己在车间的 或者在工厂自己做的 要不然就是拿那个自行车那个轮圈 上面再挂两个铁环 一推起来叮叮光亮乱想 但是小时候听着 那真是特别带劲 那个小时候玩的那个烟盒 搜集烟盒叠上什么呢 拍洋画 拍洋画 拍烟盒 小时候都玩过 好像各个地方叫好都不太一样 手都拍红了那都 那都是宝贝 小时候那算战利品 那时候拍过来赢的洋画 或者那些东西 在搁家里的时候 那必须得搁枕到底下 甭管这外面拍的多脏 全是泥还是怎么着 那都是战利品 在小孩眼中 谁要是说这玩意儿多 那就和现在财主一样 那玩意儿是硬通过 换什么都行 现在估计得换个球形卡的感觉 那比球形卡个洋气 球形卡拿钱就行 我们这个有钱没用 得靠实力 得靠实力 实力最重要 弹66球是吧 那弹球 北京也叫弹66球 弹球 弹球 那个我这不是特别灵 而且我们小时候 那必须得带个草什么的 谁要是弹个弹球 那必须得 碰上了 这球你就拿走 归完了 我这样的蜀鱼 输了我难受 赢了吧 我心里又觉得不安胜 所以呢 这辈子基本就是 与赌博无缘了 所以这些玩意儿啊 顶多也就自己在家 跟自己玩玩 真输了 我那凉球我得睡不着觉 忒肉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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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這一天啊 其實這個鴨兒胡同 走的時間也不短 比別的胡同相對來說 要長一點 你們的歷史名人文化 也比較多 不過呢今天啊 這胡同也走得差不多了 文革辛苦 長了很多知識 您捧過 沒有 沒有 真的 真的